全日本興趣創業協會代表理事 日本經濟省興趣創業顧問 護田充廣 所寫的 把興趣變收入 副標題是 別人是花錢養興趣 我是越玩越有錢 只要你學會這樣欄客 出版社是 大式文化出版社 今天為您挑選的章節是 第三章 金銀部落客不是寫日記 是欄客道具 金銀部落格 有幾個必須要注意的地方 特別是開部落格的目的 就如我一開始所講的 是為了要展現你的興趣 用興趣換收入 因此把部落格當成日記 是萬萬不可的 換句話說 用來創業的部落格 就是聚集粉絲的欄客道具 請你一定要記得 金銀部落格並不是在寫日記 若你已經有部落格 也請參考以下說明的要點 確認一下自己是否也有做到 第一點 設定部落格的名稱 部落格的名稱必須讓人一目了然 讓人知道你鎖定的目標客群是誰 想分享什麼樣的主題 假設你的興趣是攝影 你將部落格名稱設為挑戰攝影 是絕對不行的 因為挑戰會給人之後再努力的印象 讀者也無法得知自己看這樣的部落格能夠獲得什麼樣的好處 另外也要避免像阿聰的攝影日記 這一類的名稱 因為沒有人知道阿聰是誰 當然若有一定的知名度 狀況或許會不同 而且一般來說 不會有人對陌生人的日記感到興趣吧 沒有錯 光部落格名稱就能夠影響讀者是否願意點閱文章 那當興趣是攝影時 部落格要取什麼樣的名稱比較好呢 就像我剛才提到的 注意目標客群是誰相當重要 假如你鎖定剛接觸攝影的女性攝影玩家 從基礎學習 今天開始成為女性攝影玩家的訣竅 像這樣設定部落格的名稱 讀者就容易登門閱讀 他們就很容易產生一種 只要閱讀這個部落格 似乎就能夠提升我的攝影技巧呢 明確傳達部落格的特性 自然會吸引人點閱 訂定部落格名稱要有訣竅 首先列出50個相關主題的關鍵字 而且你要意識到讀者是誰 用前面提到的攝影來舉例 就是基礎 攝影 以及女性 或許你會說 咦 竟然需要50個 但是請你放心 取取50個單字 很快就可以想出來 然後就可以像玩拼圖一樣 將這50個單字拼湊看看 試著列出五個標題 選出最稀情的名稱 你也可以讓朋友或家人選選看 客觀地決定名稱 附帶一提 一般部落格沒有限制更改名稱的次數 所以你隨時都能夠變更名稱 千萬不要過度敏感 輕鬆決定就好 或許你在經營部落格的同時 會逐漸發現到更好的名稱 第二點 命名 昵稱 取好部落格的名稱之後 接著就是決定你的昵稱 命名稱呼也必須讓人了解 你在做什麼 想說什麼 這樣我會將昵稱改為 興趣與創業顧問 護田沖廣 這個稱呼能讓人馬上了解 我在教人如何把興趣變成收入 千萬不要只是設成 阿聰 你要清楚地告訴讀者 你的身份 以剛剛提到的攝影為例 讓我們想想看部落格的昵稱吧 好的例子就是 輕鬆上手動物攝影的訣竅 護田沖廣 攝影技巧專業分享 護田沖廣 加入得獎 指導 顧問 師傅等頭銜 就能夠讓人覺得你很專業 提升你的可信度 還有其他的專業講師 作家 及創作家等稱呼 請選擇和你興趣 創業相符的昵稱吧 雖然我建議各位使用本名比較好 但堅持不想要曝露本名的人 只有筆名 或者譯名也可以 不過千萬要記得加上以上提到的重點 第三點 文章的內容 發文要以展現自我 傳達資訊為目的 若你的主題是相集 就寫有關相集的文章 若主題是電影 就寫關於電影的資訊 按照主題發表文章 讀者讀了你的文章後 感到很實用 學到東西了 幸好有看文章的時候 自然就會再次點閱你的部落格 不用把這件事情想得太難 並不需要書寫超過你知識範圍的內容 就像我講的 只要寫你懂的東西就好了 然而有時候也必須要寫一些 關於私生活的文章 像是 昨天我和全圈一起吃午餐 或者是我陪外甥玩耍之類的文章 偶爾寫寫你周遭發生的事 訴說你的日常生活 就能夠產生親近感 使讀者成為你的粉絲 特別注意的是 你要控制好平衡 千萬不能夠變成日記部落格 主要的文章占八成 私生活占兩成 這樣的比例還不錯 而實際上到底是什麼樣的文章 才對讀者有用呢 能夠讓讀者高興 自己又能贏得好感的技巧 我會在接下來章節一一介紹 好啦 今天的百日試驗室又到了尾聲 那麼我們明天見